中國解封疫情擴散 南韓自二號起對所有入境的中國旅客 實施入境普篩 三號上路才第二天 陽性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六 相當於每四人就有一人確診 卻傳出有中國籍旅客不甩防疫規定 直接落跑 南韓警方表示一名四十一歲 中國男子因確診陽性得隔離七天 不料男子竟蓄意逃跑 警方只得出動尋人 因為南韓統計顯示 上週境外移入病例高達三成 來自中國 南韓普篩結果更指出 確診的中國旅客中感染 Omicron 亞型變異株佔九成以上 包括日本也升級跟進 從八號起來自中國的旅客 入境都必須進行PCR檢測 且需減負 陰性證明 僅針對中國的入境限制措施 缺乏科學依據 一些過度做法更讓人不能接受 面對全球多國圍堵 加強檢疫 中方痛斥刻意孤立中國 做法雙標 威脅 將採取對等反制措施 引壓還壓 三菱新聞 金學會報導